金銀珠寶賺大錢 耶 畫面現場就是基隆市長謝國良 邀請基隆金銀珠寶工會的幹部 與相關業者進行座談意見交換 希望透過座談先找出 基隆在地業者的特色 市長希望再透過活動來加以行銷 我會覺得說如果基隆有一些展演空間 不一定要大 像基隆我們是小城市 但是我們如果想辦一個講座 我不確定我哪裡可以找得到場地 台北也是比比皆是 那基隆這方面就 有什麼樣的講座 專業的講座 最新的珠寶方面的發展 鑽石啦 或是效果方面的講座 或是對產品一些知識的推廣 不一定是需要很大的場地 50到100人的場地 我覺得像中小型的場地 如果能夠有比較好的環境 我們可以 我覺得我們是可以 機會我們和領長一起來推動 做一些展銷產能也可以 做一些知識上的推廣也可以 但是是場地這方面 好像需求比較低一點 不會啊 場地我們可以幫忙 場地以後我們可以幫忙解決 因為現在疫情後 大家都在拼景氣的復興 那政府不管是要發1萬還是要發6千來振興景氣 相信將來都會有一波買氣 所以我們會分各個不同產業的同業工會 大家一起聚焦如何 好好的讓大家的景氣能夠提升 讓外縣市甚至郵輪外國的旅客來到基隆 能夠提升購買力 增加大家的營收 跟讓大家的生意更好 那我們今天是跟金銀珠寶協會的工會的這些業者們 大家一起交換意見 那未來我們還會跟鐘錶婚紗 甚至跟五金各行各業的企業夥伴們 大家一起思考如何提升基隆的景氣 那政府也有義務要跟業者一起來合作 找出他們的特點賣點 然後再透過我們的城市行銷 把他們的特色行銷出去 讓大家可以有一個亮點 可以到基隆來的時候 除了吃東西玩以外 多買一些東西 就是不能只有吃東西 吃東西很好 是來基隆的第一步 一定要買點東西 不能離開基隆 基本上是希望我們來基隆觀光的朋友 是有這樣子未來 一個這樣子的消費行為跟消費順序 就是先來仁愛市場 先來廟口 先來基隆的美食吃東西 吃完在附近 大家一起買東西 提升整體的景氣 經營珠寶業者對於市長謝國良 這麼關心在地業者的經濟 都感到非常的感恩 來的目的當然希望大家能夠賺錢 因為疫情關係大家悶了三年了 所以希望有改變 我們新當選的謝市長謝史跟前幾位市長不一樣 他對我們業者是滿用心的 希望真的如大家所願 大家能夠改變 能夠賺點權 也悶了太久了 怎麼供法講來聽聽聽 我有一個攤位是專門是煮包的 他知道我是外幣 外幣我有台灣銀行的外幣 我可以像郵輪落來的時候 跟港公公所有家 他也可以可以攤位給我 這也是可以的 所以我的需求是比較不一樣的 錢的部分他比較不會想說 不會計較 對 更何況我們台灣的黃金是年歲 黃金出發都比國外還要具有優勢 品質也是很好 怎麼不去推這個 我覺得奇怪 其實基隆的東西一直都是物美價廉 但是當我聽到 連貴金屬都是物美價廉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這個就可以成為 我們基隆的一個行業的賣點 那政府的職務跟責任就是要結合這些賣點 好好行銷給外地的朋友 讓他們了解基隆是有特色的 他們來基隆是可以獲得物超所值的一個待遇的 所以我們要好好的針對這一點 跟我們的業者朋友 大家共同結合 一起行銷出去 為了把握中央政府提振經濟的相關措施 加上郵輪即將到港 相信在政府與民間的充分配合下 能夠發展出另外一個產業鏈 也提供更多在地的就業機會 記者黃日生 陳淑萍 基隆報導